在接受地方首长表扬之后 获选年度模范母亲们 一一与家人们拍下历史性的画面 布里正每年在母亲节前 都会扩大办理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现场今晚民众看出地方 是非常重视这项活动 今年共有16位模范母亲接受表扬 相信获奖人员背后 都有伟大的故事及表现 公所这边每一年都有例行性 在母亲节的前夕表扬 这些辛苦的妈妈们 能够得到这项的殊荣 其实堪称我们妇女界的一个表率 在一个家庭里面扮演着 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一眼王彩云在这个温馨的活动中 不免也让她想起自己的母亲 过去辛苦为家庭付出 让她永远心怀感恩 在我的心中 我的妈妈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妈妈 虽然她走了 我还是时常惦记得我妈妈 一辈子的辛苦 就是为了家庭付出 为我们小孩子付出 议员廖志诚对母亲无私奉献 省吃俭用 只为了留给孩子最好的东西 母亲伟大的表现 让她一生钦佩 母亲不是只要欠吃欠药 最好的东西都要留下这些孩子 还出外去打拼 可以说无名无人 对家庭在我 孩子各方面都要检查 所以说非常辛苦 再过一周就是母亲节了 议员们也不忘祝福 天下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在特别的日子里 方雨也在这里祝福 全天下的妈妈们 辛苦你们了 母亲节快乐 一定要多爱自己一点 采粉一定要让我们全天 成为大家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让我们所有的主力 可以在母亲节 大家一定要回家 和其他人团园来聚餐 在我 可以来做一个感恩感谢的分享 我相信说对家庭的教育 充分到美兰幸福 副理长潘一泉 除了祝贺金领模范母亲之外 也呼吁所有做子女的 其实心中 不要隐藏对妈妈的感恩 只要一句话 爱就能传达到妈妈的心中 明镜需要发现 欢迎订阅 副理采访报道